首先我要先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地方來討論南靖山 我覺得非常恰大 尤其這個主題跟今天我要講的主題 所以我覺得說雖然大家做起來 可能會有一點不舒服 可是我感覺整個趣味其實是 真的是恰如其分的讓我們南靖山的藝術 跟他的風格跟風貫在這個場景裡面被討論 那第二個我本身是歷史博物館過去的館員 應該說我美國的一個工作室 歷史博物館給我的 所以這個讓我有口飯吃 可以養家活孔 這個歷史博物館算是我第一個恩人 我們現在還在養家活孔 那第三個事實上我要先 接下來我要聲明說 事實上我這個不是社群專家 所以我這個可能陳學生 陳教授 或是我們各位先進 在這方面確實是提供了智慧 這個是我要學習的地方 但是首先我想說我又因為只有20分鐘 我很簡單地從過去現在未來來談郎靖山 那第一個就是說 首先我要從現在開始 各位先進手上有拿到 這個這一份Bashure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事實上是我去年 在這個我們臺灣藝術大學 成立一個叫做中華藝術全英與碩士班 在成立之初我就請Mis Lan 因為我認為郎靖山的作品跟他創作的圖像 非常非常恰切地可以傳達 我們這個就是說 這個中華文化所展現的圖像的優雅的特質 並且用這樣的特質來作為我們國際宣傳的logo 因此我請求郎玉文小姐允許我用郎靖山先生的作品 作為我們臺藝大學成的主要的logo 那這樣的logo其實博得了國內外國際人士的共鳴 因為郎靖山的作品其實各位都可以看得到 很容易就能夠感受到他在這方面意見的經驗 那為什麼講現在呢?因為其實我做郎靖山的作品 這個研究事實上以前是沒有一般一向都做台灣美術研究 但是就在2013年的時候 我在澳洲國家大學任教的那一段時間 有一位攝影家叫做Claire Roberts 他寫了一本叫做攝影與中國的專書 那他來找我 我因此跟他推薦了一些台灣的攝影家 因為他不認識台灣的攝影家 那麼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提供給他的幾位攝影家的作品裡面 他挑中了三位台灣的攝影家 鄧南光、張才跟郎靖山 那因為這樣我才認識了Mr.R 先前完全是都沒接觸 那麼這本書已經在2013年出版 那這個我想說其實是因為我接觸郎靖山 大概就是因為這樣的姻緣而有這個機會接觸到他 那麼接下來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郎靖山跟我們台藝大的關係事實上不只如此 因為根據我所查的資料郎靖山事實上 曾經是台藝大就是過去的藝專的老師 根據我這份資料這個顯示 這個郎靖山曾經就是從 這個資料可能有誤 事實上台藝大師成立1955年10月31號 那麼這個到1973年的時候 我們郎大師一直都還在當時的國立藝專教授課程 那我這一條線事實上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延續 也許在這次藝文雜誌的1973年6月號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記載 所以簡單的這樣講就是說 郎靖山大師是我們台藝大的過去的老師 這份淵源我們必須要持續下去 所以我們可能未來還有要在這個希望能夠在10月 今年10月台藝大慶祝60週年的時候 我們人文學院也要辦一個 把郎靖山老師請為學校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同時我也要給各位提供一份蠻有趣的資料 我在圖書館裡面找到了這一份 由印本的 是由國立藝專由印本的 各位可以看到圖書館沒有看到這種資料 由印本的 用一個書法寫出來的叫做中國藝術與攝影 然後這個郎靖山的郎是那個郎郎的郎 月字旁 右兵月字旁那個郎 裡面有由印跟抄寫本 這個是我在台藝大圖書館裡面找到的一份資料 這一份資料可以證明我的猜測有可能是我們郎靖山老師在台藝大上課的時候 給學生上課用的這個教科書 那這個在這個地方就是說我只是想要讓各位提到說 這一份關於我跟這個Mr.郎還有郎靖山的緣分 那麼第二個我想剛剛講的是現在 所以各位拿到這一份資料裡頭 其實我非常感謝就是因為有郎靖山的影像 使得我們這個program在這個全世界 已經越來越受到很多的重視 目前我們已經收到十個外國學生在我們這個班裡面 那麼研習台灣文化跟中國文化 他是用研義講講英文的 所以我發覺我在台藝大上課這個學期我全部都是英文上課 都沒有機會用到中文 這個越來越多的這樣的機會 所以要非常感謝 那麼這是講現在 那我很接下來要講過去 我曾經在2013年4月就是說在這個台灣美術 這本雜發表了這個主題 就是風格與風範 名家名流民事 郎靖山在台灣 那我因為不認識郎靖山 而且我本身又不是攝影專家 所以我最先要做的工作 我希望能夠從郎靖山在台灣的活動的1.1滴 去累積出我對郎靖山的認識 其實最基本的想法是這樣 因此從聯合資料庫的大概1000多筆的資料裡面 慢慢的累積出我對郎靖山的認識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我發現郎靖山事實上他當年 這個1949年來台灣以後 其實他扮演了幾個相當相當有趣的角色 首先他不僅是一個非常專注的攝影師 而且他在我們講說推動社會文化教育 參與文化運動在當時後就已經是非常的熱衷 因此在這一千多份的資料裡面 他參與了當時後很多的 比如說這個文化復興運動 文化清潔運動 然後向總統上書希望能夠提升這個當時後的 這個中華文化等等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其實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的多元而積極 那因此事實上我覺得 為什麼我當時或後來這個題目會改成 這個風格與風範的原因是 各位都知道在西方研究藝術史的主流裡面 主要還是風格研究 就是作品本身所展現的特質 可是我們發現渡海來台的這一群藝術家們 他們不但是展現他們藝術的作品 而且是以他們的言行 跟比如說穿著長袍馬褂 一部非常風度翩翩展現中華文化的這種氣質 來影響大眾透過媒體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覺得 如果要重新評估戰後 來台的這些藝文人士們 我覺得我們可以需要開啟另外一個研究的視野 就是從風範的角度來討論 他們對台灣當時候這些文化範圍的影響 那因此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這個也有一份資料在這個地方給各位看一下 這本資料叫做蘭西寶晉 這是周慧我們歷史國務館前兩天才弄了一個展覽 叫做周慧九十年 周賢書畫首達展 報告館長表示你們的展覽 我都有注意在看 謝謝 郎靖山先生從周慧的這樣的一個參與來講 我們發現在這個戰後大概二十年之間 他所參與的這個周慧活動跟各種不同的活動 其實紮紮實實的聯繫起一個很綿密的文化的交流網絡 那麼其中周慧的這些參與者事實上 就是當時候黨、政、軍各個地方的這個領導者 還包括我們蔣經國總統等等這些 所以周慧這樣的一個團體也反映了 尤其是我也知道說好像我記得 Mr.Lan也說過這個都非常熱心的參與我們郎大師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發現 其實郎靖山先生從這些一千多則報導裡面 觀察到郎靖山先生不但在專業的創作上 非常的專注 而且參與社會藝文活動的推動也非常的積極 而且還有一個更有趣的 他是人家邀請他從善如流 所以衛權寶寶選舉選舉那個 選那個衛權寶寶健康寶寶 他的報導非常多 還有各位可能也有所耳聞 這個玄美他也幫忙找這個中國小姐的玄美 曾經他推薦的玄美的一位這個美女 到澳洲去還參加過毛衣黃禍 聽說還拿了第二名 而且還拿了一個獎叫做身材最好的獎 那你就會發現郎靖山先生 其實為什麼我要強調風範這個字眼的原因說 他其實可以講就是一個全方位的藝術文化的大師 他不像我們現在社會分工這麼的 這個切得這麼開 我們在學院裡面教書就是教書 其他的都是不參與這個不食人煎煙火 不是 郎靖山其實是全方位的參與 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第三個部分我想時間差不多 我還有多少時間 記持在那裡 第三個我發覺其實可以值得學習的是 郎靖山先生我們不是現在年輕人說 你藝術家你要介紹自己 然後你要經營自己的形象 其實郎靖山先生早就在做這件事情 郎靖山先生非常注重他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做法有沒有被記錄有沒有被推廣 我舉個例子來講 這一本中華書畫委員會 運行的靖山集錦做法 有中文有英文有法文 在當時候各位想一想 1960年代的時候 他已經就是我們現在推動叫做國際化 這三個字 我們台大了推動國際化了推動不了 這個要找老師來上英文課 這個劉美的、劉英的、劉澳的 請他們來上英文 這個上課用英文講 照法混添、照法沒換 就留我一個人 郎靖山先生早就非常熱切的參與 而且在這個國際上面有非常用心的經營 因此這一點上我發覺就是說 他其實在這個地方 展現了他一種特殊的 一種關於經營他自己文化這個藝術的視野 那麼這個最後我想說 這個各位都知道說 郎靖山先生 這個我們經常講說 這個Photoshop Photoshop這個我查了一下 這個Photoshop大概是在1988年的時候 有兩位美國的諾爾兄弟發展出來的 1988年去 各位注意這個蘇晶 那麼到1990年 Adobe Photoshop 1.0 這個等於說第一個初步的出版 OK 我知道 那各位 1988年Photoshop才有這個idea 到1990年Photoshop才正式1.0 我們郎靖山先生在沒有Photoshop的時候 他在1934春樹其風那件作品裡面 這個如果陳學陳教授如果有 還有糾正我這個部分我並不清楚 他早就在1940年代的時候 他的Photoshop就已經領先前面了 雖然工具跟想法媒介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覺得 其實我接下來後面這三分鐘就要講到未來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郎靖山的作品 對我而言 我們好像說在看他的過去 他過去的成就 可是我其實一直在問一個問題 郎靖山的藝術成就跟作品 跟他過去所有的這些紀錄 活了那麼久50年在大陸 50年在台灣基本上半輩子 上半輩子下半輩子 他對我們未來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跟啟發 這個是我覺得說那個Future 那個部分我其實比較關心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重新再看 當時候郎靖山在這個上面的創新 我覺得聽到這一點我會覺得怕死人 會屁股爪 可以領先西方的Photoshop這樣的想法 高達50年 那個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特別強調說當然媒介什麼方式都不太一樣 第二個對我而言 我自己目前在做氣運生東的研究 我發覺郎靖山先生的作品 我其實要感謝郎英文女士給我這個機會 有機會開始碰觸郎靖山的歷史 才發現原來郎靖山用他的攝影作品 去反映氣運生動的概念這件事情上面 雖然如我們漢保德先生所說的 國化的科學化、科學化的國化 漢保德先生前一陣去剛過世 但是我覺得其實郎靖山先生反映出一個 我現在正在做的課題 就是氣運生動的現代性 也就是說郎靖山其實把他作品裡面 關於氣運生動的部分 透過他的藝術作品去重新解釋了 氣運生動到底是什麼 有人以為說他是在重新模擬複製 其實我不認為 因為至少我的另外一篇paper 談氣運之用的時候 我的結論是 郎靖山把氣運生動的美學 這樣的這種規範 轉化成他解決他攝影問題的策略 從美學變成策略 在郎靖山的這個攝影作品裡面 反映出一種在未來 我們做台灣美術史、台灣攝影史裡面 我這個部分 當我有了這個節目以後 我是覺得說是非常非常興奮的 所以未來郎靖山的價值是什麼 我覺得有待我們大家 當然過去好好的再建立 但是未來它的價值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部分恐怕還是有相當多的保障等待挖掘 那以上我大概檢料跟各位做這個報告 謝謝 谢谢